一念离真 结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有些人想通过风水先生找风水宝地 其实你找到了也没有用 命中没有大福报 你占了风水宝地也占不了多久 为什么天下名山僧道多呢 风水好的地方都被僧道占用 因为修道人福报比较大 一般凡夫没有那个福报 你去住了就会生病或者住不长久 所以居大风水的人必定是大富贵之命 古人讲啊 智慧的人要自知之明 自知什么呢 知道自己福报多少 德行多少 如果不知道福报 很可怜 会去攀比 住好的地方 想方设法盖好的房子 或者投机取巧去赚钱 没有福报却享受那么好的条件 这很危险啊 所以古人说 要知命 不知命就会苦 家庭也苦 常抱怨 为什么老公不好 孩子不好 钱不多 这就是不知命 人要知命才能去改命 改命不容易啊 你要知命也不容易 因为看不清真相 每个人福报 因缘不同 你很难看清 比如有的人婚姻很苦 要离婚 我就跟他说 这几年你的运气很差 这个受苦是给你消业障 如果你强迫地断掉 离婚了 看起来对方消失了 但你的业力并没有消失 还会有其他更糟糕的来让你受苦 这也是天道的规律 很多事情呢 都经历过了 也看过了 就应该慢慢看淡 也要放下了 如果什么都放不下 还想得到越多越好 反而不是好事 人心不足 舌吞向 但凡被欲望缠身的人 最后都被自己的贪欲所害 真正聪明的人啊 都懂得留白 留下一些不圆满的地方 人生反而活得更加轻松自由 人只要起了贪欲 好事也会变坏事 凡事都有度 把握好了 利人利己 把握不住 一旦超越了 害人害己 以下这四种福气啊 不可贪 容易惹祸上身 口福 无限制的吃吃喝喝 对身体没好处 我们常常去别人家做客 主人呢 总是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主人说 你们可是来对了时间 有口福 这不 我前几天才买了一瓶好酒 有口福总是让人高兴 总觉得这顿饭 都要多吃一些 吃饱了都还在回味 希望再来一碗 但是口福太多啊 就是惹祸 主要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吃饭七分饱 才是对身体有利的 如果天天十分饱 把肠胃撑得受不了 很容易患病 尤其是那些喝酒 吃肉的时候太多 醉酒了 就等于是对身体 狠狠地伤害了一次 有的人呢 天天都是酒气熏天 还自吹自擂 我才是酒仙 可是后来呢 大家都请他喝酒 每次都喝醉 身体里很多器官 就老化得更快了 病痛来临了 才悔之晚矣 另外啊 总是好酒贪杯的人 还会伤害到别人 比方说啊 大家在一起喝酒 你就使劲劝说别人喝酒 但是别人不胜酒力啊 几杯酒就醉倒了 还住进了医院 那么住院的钱谁出呢 在酒桌上的人啊 都有责任 都要出钱 别人万一有了大病 估计花钱不是一点点 这样的事情 你这个劝酒的人 肯定要损失经济利益 还要承担骂名 大家连朋友也做不成了 过分贪图口服 祸害了自己的身体 也祸害了别人的身体 都不是好事 要是酒后借着酒劲闹事 就惹上更大的麻烦了 喝酒的时候啊 还是把握尺度 遇到不熟悉的人 不喝酒是最好 眼福 有些事眼不见为净 知道多了是祸事 有个词语叫大饱眼福 也就是说呢 一个人看到了很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 满足内心的好奇 看风景是眼福 多看看风景是没错 看别人的笑话是眼福 但看多了不是好事啊 比方说 别人在街上闹事 你就走近了 想要看个明白 结果 那些闹事的人 正在气头上 一棍子打过来 就砸中了你 你就是祸事连连 自找麻烦呢 还有一些眼福呢 有潜在的危险 比方说 别人有了婚外的爱情 你觉得很好奇 就想要看清楚 通过打听别人的消息 看别人的举动 你终于知道了 别人的婚外爱情 是什么情况 人就是这样啊 知道的事情多了 就会忍不住说出来 一旦你把别人的婚姻爱情 说出去 就是惹祸了 即便你不说 这些破事压在心头 难受的是自己 别什么都要看看 都要看清楚 与人交往 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才相处不累 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啊 还是绕道而行 不看不知 不惹祸为好 好奇害死猫 越好奇 越喜欢凑热闹 越惹麻烦 贪图婚外的爱情 要晚景凄凉 人过半百呢 如果还是厌福不浅 估计不是好事 如果是这个年龄段 弄丢了婚姻 估计以后 就很难遇到真爱了 晚年的日子 一个人孤独过了 生病了 也没有人照顾 才是晚景凄凉的结局 我的老同事青牛 今年52岁 工作很认真 常常受到单位表扬 因此呢 很多年轻的女人喜欢她 当然 大家都知道 她是有家庭的人 不会真的和她谈恋爱 可是一个叫阿菊的女人 已经离婚两年 也喜欢上了青牛 主动和青牛联系 两个人天天聊微信 感情越来越好 这件事啊 被青牛的妻子发现了 从此 家里闹得不可开交 青牛因为和阿菊交往 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 虽然现在青牛和阿菊在一起 但是这份感情 怎么都比不上 原来的家庭温暖 还有啊 阿菊有一个女儿上高中 开销很大 这些负担都落在了青牛身上 青牛是有苦难言呢 守住身边的人到老 和儿女开开心心过日子 才是幸福 弄丢了家庭 得罪了儿女 都是惹祸上身 人要往前看 考虑老年怎么活 别贪图眼前的厌福 儿孙福 对儿孙的事情管太多 家庭矛盾越多 俗话说呀 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孙长大了 就应该自由自在去奋斗了 和父母保持距离 人到五十 儿女多半已经长大成人 这时候呢 儿女成家立业了 作为父母还总是管着 事事都要过问 都要插手 导致儿女和父母的矛盾 越来越大 要知道啊 儿子成家了 有媳妇在家 媳妇不会听公公婆婆的 公公婆婆太厉害了 容易导致儿子和儿媳矛盾多 离婚概率上升 女儿家呢 有女婿在 如果娘家人总是对女儿管教 女婿也不愿意了 一代人管好一代人 也别让儿女过分为自己担心 儿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是父母的福气 但是父母一点点事情 都要儿女处理 都要麻烦儿女 就是给她们的生活添乱 比方说 父母感冒了 要儿女从外地赶来买药 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父母思念儿女 就让儿女回家陪伴 是不是耽误儿女创业的时间呢 对儿孙福别贪图太多 要鼓励儿女自由发展 要积极帮助儿女发展 而不是一直享受儿女的关照 真正的福气啊 是儿女在外面混得好 有出息 父母辛苦一点点 也是值得的 贪图儿孙福 会导致晚辈的家庭不和睦 也会拖累她们的事业发展 对于大家庭来说 也是惹祸呀 以上这四种福气 我们就不要贪了 要懂得知足常乐 好福气需要细水长流 从中年延续到老年 一辈子福气不断 你有福报 上天自然就给你 不该有的福报 你争到了 都是业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